哇 麥当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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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一下 多一下 哈哈 其实没办法被抬 没办法 嘿兄弟 我是Hoppa 我是Plan 今天玩什么 今天来到我们的欢乐系列友谊赛的咯 对啦 这次友谊赛非常特别哦 就是用双人生死动来呈现的 没错啊 如果没有记错 是我们第一次来的 对啦 那主题会是什么呢 就是最佳排档的 因为爽人吧 对 双人在这里兄弟们就必须要选择波可还有甲鸡啦 那大家都知道波可是一名辅助的嘛 所以他就要保护我们的甲鸡 我们有规定讲波可是不可以去杀人的 主要就是让甲鸡去杀人的哦 对啦 那在这里啦 因为我们是双人的模式来呈现嘛 对不对 所以是讲最多是分到四个队伍了 那最后一个队伍呢 就是剩下一位小兄弟啦 对不对 也就是我们的罗杰 罗杰在这里却担任我们法兰克评判的小助手 没错啦 因为罗杰他已经拿过称号了 所以他就来做我们的小助手了啦 那小助手在这里就会使用阴列人嘛 那他的工作会是什么咧 阴列人出得来啊 一就是给人家冲淡 二就是为了拿地雷啦 这次是为了地雷的 为了自己冲淡然后放地雷 没错 然后很明确的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了 地图的最中间就是我们的罗杰 要需要放地雷的地方啦 没错啦 然后游戏开始的时候呢 大家要刷一下大招 没错啊 大家都先刷大招 因为我们发现啊 如果大家都不要刷大招先啦 有些人偷偷打几枪刷一半剪 我们算不到嘛 对不对 所以为了公平几剪 大家一开场呢 就刷一个大招出来啦 然后呢 刷了大招过后啊 我们波可呢 就一定要站进草丛里面啦 没错 甲鸡可以不需要 但是呢 就要选择在波可的位置那边附近的 因为这样波可才可以来他 而且这地图很明显的 分开了四个地方的 对啦 就有四堆草丛让波可站的哦 没错 他不可以走出草丛外面的哦 一旦他跑出来过后呢 他就被淘汰了 哦 就是讲他是一个辅助 就乖乖拿一个辅助 好好的辅助我们的Jackie就杀人啦 对啦 Jackie甲鸡在这里呢 就要负责去 即杀掉另外一个队伍的甲鸡啦 嗯 就是甲鸡的对决这样子啦 没错啦 而甲鸡如果偷偷地杀掉 敌方的波可呢 也是会被淘汰的哦 对啦 在这里 波可就算是一个 不可以杀人 但是也不可以人家杀的 一个存在啦 没错 他可以用他的冲击 去买他自己的甲鸡 也磨敌对方甲鸡的血量 但是就不能杀人啦 波可可以打人 但是不可以杀人 如果不小心杀错人呢 这时候整个队伍就将被视为淘汰 没错 必须整个队伍一起跑到独眼外面自杀的啦 嗯 如果甲鸡不小心杀到波可的话呢 那个队伍也是算被淘汰 一起去外面自杀啦 嗯 那在这里 如果甲鸡杀掉对方的甲鸡了啦 他只要获取一分的哦 没有错 就以一个队伍来计算了 整个队伍一起获得一分啦 嗯 所以如果你要赢得今晚的友谊赛呢 其实也要看你的teamwork啦 没错 你要厉害杀人之外 你队伍要抱得住你 啊 对 这里呢 我们预计会玩六场啦 没错 就是前面三场呢 指定的兄弟将会使用甲鸡的 嗯 三场过后 兄弟们就互换身份 甲鸡都玩波可 波可都玩甲鸡这样子啦 嗯 所以每一个兄弟啊 他都要两边都会我 啊 又要会杀人 又要会打人哦 没错 啊 唯一不用换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罗杰啦 罗杰一边 对 在这里呢 就只可以放地雷啦 嗯 那地雷的位置呢 也是固定了 一定要换地图中间的 没有错 所以甲鸡们呢 就可以好好地预判出啦 打架的时候 尽量不要靠近地雷的位置啦 嗯 如果 敌人被晕的时候呢 就快快过去杀他 但是自己也被晕到了 就惨了 对啦 因为如果玩这种局啊 兄弟们喜欢 就在那边拖在那边 拖在那边 你不出手 我又不出手 这样子 所以只要一个兄弟中了地雷啊 哇 大姐就冲上来收了头了 其余的三位甲鸡就冲过来了 嗯 那玩法呢 也非常简单啦 由于这一次的友谊赛呢 是以一个双人的方式来呈现 没错 所以 赢得今晚的友谊赛过后呢 两位兄弟都会获得Discord的称号的哦 哇 他第一次有一个称号是两个人有 除了管理员的黑兄弟 哈哈 对啦对啦 现在我就马上退出这个房间 让Hoolan分享我们的房间代码 到Discord群里面 让亲密的兄弟进来参加我们的友谊赛啦 好 Let's go 好了 现在来到了Discord 然后我们的法兰克赶紧跑到中间去了 把所有的箱子全部给刷完啦 这时候呢 我们的罗杰小助手啊 嗯 这里也是帮忙刷箱子 没有刷 然后他就要开始刷取他的大招了啦 嗯 现在兄弟们看起来也是蛮合作的 分工合作 互相刷大招啊 耶 要甲鸡跟甲鸡刷 波格跟波格刷 Joker怎么在每个人才有大招呢 他们都是范围攻击的 所以刷起来应该是蛮简单的 对啦 现在大家看起来都已经准备好了 来 跑去草丛里面 波格跑进草丛 然后甲鸡呢 就跟随波格的脚步 去他指定的地点啦 好不好 在这里呢 我们的小助手啊 也开始刷取大招了哦 嗯 嗯嗯 等我们的银链有大招够呢 就可以马上开始啦 诶 你不等他有大招吗 啊 他马上就有大招了啦 啊 他现在开始刷这了 没错没错 给他们一点点时间 偷偷刷 来 放个地雷 诶 然后大家就开始分开了 漂亮 要小心哦这边 啊 地雷炸中了基本上一定死了 哦 甲鸡这边 野狼 哦 野狼 哦 是蔡 蔡杀掉了 第五人格 或许 哦 漂亮的赛 然后呢 那个波格就只可以跑去外面自杀 对我算是淘汰哦 蔡杀又杀多一次人 哦 可是呢 Jogger杀到了夹击啊 这时候Jogger的队伍呢 也是被刺激了 也是被刺激了 没有错 现在场上剩下一个队伍啊 就只剩下一个旺啦 对啦 就别宣布这一场的游戏已经结束了啦 对啦 已经结束了 再来我们猜猜猜猜的队伍就拿下了两分啦 没错 我们准备一下几乎下一场吧 好啦 现在来到了第二场 在上一场的Jogger啊 玩了一场过后呢 他就退出房间好啦 所以在这里呢 就有风神来代替Jogger的 好不好 现在游戏开始呢 大家互刷大招 然后法兰克快点把箱子刷掉 罗杰可以开始放图伍去大招咯咯 罗杰跟野兰在里是好朋友 两个互相刷大招啊 哦 哦 罗杰小心不要死掉哦 现在Izac吃到一个能量了 我要把Iz打掉先 为什么法兰克杀掉一个人了 把他吃到能量了 不是哦 有一个人已经死了咯 对啊对啊 他吃到能量了 这个Izac咧 Izac又是有能量了 对现在我等他队友复活了 才可以杀他 不然整个队伍就不见了 啊 这个乱来 对啦 但是现在我们也算是把他们弄赶紧了 可以好来大家 再等一个人复活就不要 睡大招大家睡大招 然后睡好大招的队伍呢 就赶紧回去自己的岗位啦 这里有四堆草丛 自己选一堆来站 为什么Jeff他不想要大招吗 Jeff他说 嘿 Jeff放弃睡大招咧 对啊 Jeff为什么没有睡大招 Jeff Jeff 罗杰尝试了想要跟他讲 可是他不听罗杰讲 Jeff 睡大招Jeff Jeff在这里不理他 Wake up Je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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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用紧不用紧 他不要大招那就算了 来 不要大招就不要 回去下面回去下面 我们的布兰 不要乱我们自己不可以乱 对啊下来下来 罗杰下来 来 罗杰下来 罗杰下来 他不要大招我们就没有办法了 对不对 转圈架下来 好 好 去马上开始了 马上开始 这里我们的蔡蔡蔡蔡蔡在哪里 看蔡蔡蔡蔡支撑了两分了 哦中地雷了 我们的旺 旺再中了一个地雷 哦没有 他开武装配件 哦 蔡蔡要中了 蔡蔡要中了 蔡蔡拿下来一分 拿下来一分才被杀掉了他 哦 然后蔡蔡就被地雷炸掉了 对啦 然后这里剩下两个队伍 好 看这野狼到底能不能拿下一分呢 哦 第五能够 再留我们的野狼拿下来一分 好 很可惜我们的蔡蔡没有大招 所以在这里也不能为他的队友回血 没错 现在我们准备一下马上进入下一场 好了 现在来到了第三场 目前来看呢 蔡蔡的队伍就有三分了 然后野狼的队伍就有一分了 还有这一局一定要记的啊 蔡蔡蔡 你一定要刷大招你知道吗 不然你的队友就亏掉了啦 啊 记得刷大招 不要把队友刷掉哦 啊 来我们的赢了人开始去大招了没 哇 罗杰在这里也是一个老手 老师傅 对啊 因为罗杰在我们很早期的时候 已经跟我们一起了 就加入了我们的战队了 就一起玩到现在来 算是一个蛮不错的好兄弟啊 偶尔会会进入他的队伍 跟他一起上 跟他带我飞 哦 那么厉害的 嗯 罗杰每次带我飞的 好来 这里呢大家准备好了 来大家各自的选一个炒来战啦 对啊 非常好的位置 那现在我们只要等到罗杰丢出这个大招呢 我们马上就会开始了啦 对啦 一定要等罗杰有大招先啦 因为上一局没有等到嘛 所以第一局的时候没有等到 所以这里大家就越做越好了好不好 不想学习 不断的努力 对不断的努力 那这时候巴兰克就会跑到外面来转一个圈圈 哦 游戏就会开始了 可以 来啊 赶紧啦 游戏开始 来我们看一下吃不吃鸡 吃不吃鸡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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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漂亮漂亮 他还突然要去踩地雷 吓死了 野狼络中阴 谁中阴谁一定死了 没有错 他就会往上了 再放地雷 哦 蔡蔡不要中哦 原来吃鸡肉业已经开始慢慢进来了 还是没有人中地雷 这里地雷很关键哦 蔡蔡把人吸过去 但是他没有把他们杀掉 收不掉啦 这里吸两个 盾啦 第五人杀了王 然后Jeff杀了蔡蔡 现在Isaac又杀了人啦 那黑野狼又杀了人啦 哇 那么坏了 对啦 所以这里场上剩下的就是黑野狼嘛了 现在我们准备一下马上进入下一场 好啦 现在来到了第四场 第四场这里就特别了啦 因为兄弟已经玩了三场假击 或者三场波克啦 再来到第四场呢 他们就要互换成分了啦 刚刚玩假击的呢 现在就玩波克 刚玩波克的呢 现在就玩假击啦 你作为一个最佳拍档来讲 没错 你一定要会用两个角色 就在一个队伍里面呢 互相配合嘛 对不对 嗯 不能讲你只会一样东西 这样子的队伍呢 不会太长久对不对 不会太长久 哈哈哈 这样子讲的 你看你越来越厉害吹了 没错 这样吹水也是越来越高流的了 哦 对啦对啦好不好 黑兄弟可能玩游戏没有那么厉害 但是讲废话一定厉害的 没有错啦 吹一吹一流 一机帮 一机帮啦 棒棒的 好野兰 罗杰 罗杰这里有大招了啦 好 来我们的法兰克可以转圈 马上游戏开始了 喂 好刺激的环节来了 来 所以大家呢 靠着这个绳索为栏 哇 哇,Izac漂亮,但是呢,被打倒了,他是seed到了 但是呢,分開出勝負 小心哦,Izac那邊還有一顆地雷哦 風神一個seed 哎,seed到了麵包 麥當勞白包白包 哦,風神拿了一分 啊,風神在那裡很不錯哦 然後呢,另外隊伍跑去自殺了 風神再拿哦,風神兩分 好的,好些,大家都已經死完了 所以我們準備一下呢,趕緊進入下一場 好啦,現在來到了第五場啊 也是非常刺激的一場哦 在這裡呢,我們野狼隊伍就有三分了 然後菜菜隊伍也是三分哦 這五人高的隊伍 第五人高的隊伍呢,就一分 然後旺的隊伍呢,就是零分了 這兩位三分的隊伍 這兩個三分的隊伍呢,到底哪一隊能夠奪冠呢 但是也說不定呢,現在還有兩場 沒錯 接下來兩場呢,如果旺這裡殺人很兇啊 不是旺,現在是Izac了,是嗎 現在是Izac了,Izac是... 對,Izac的隊伍 對啦,如果這個隊伍能夠拿多點分數的話呢 還是有機會的 誒,看起來,應該已經有大招了 已經有大招了,來,趕緊 丟個地雷,我們馬上就開始 好嘞 來,法蘭克,轉圈吧 啊,你轉圈了,我現在丟地雷好了 沒錯 可以 來了,看起來這裡蠻刺激的 Jazz這裡一開始就放一個大招 但是沒有吸到人了 但是風神呢,也給他們打得蠻慘的啦 啊,現在第五人能夠用他守藏優勢 哦,Izac 哦,賣盪了,麵包一分 賣盪了,麵包一分 啊,風神,中地雷 哦,他現在開武裝走掉了 哦,Jazz,羅傑的地雷殺掉 所以這裡沒有人得分 誒,吃雞了,吃雞了 哈哈 現在風神對戰,賣盪了 好,野狼這隊伍有機會啊 不要中低 哦,哇哦 喂,為什麼我們野狼跑出來了 那野狼已經跑出來了 他隊伍就算被淘汰了 所以在這裡呢,分數也不會再計算下去的 我們先準備一下,馬上進入下一場 好啦,現在來到了最後一場 在這裡呢,我們旺的隊伍呢 獲得了0分 嘿嘿嘿,那野狼的隊伍呢 獲得了3分 蔡蔡的隊伍呢,獲得了4分 還有就是第五人格的隊伍啊 就獲得了1分 那在這裡呢,旺的隊伍跟第五人格的隊伍呢 看起來就是沒有什麼機會 贏得今晚的比賽啦 但是呢,風神的隊伍啊 也就是野狼的隊伍還有機會的 雖然分數啊,比蔡蔡的隊伍少1分 但是在這一局 因為一局來講,最多可以拿3分吧 那如果這一局你們夠努力的話呢 一定可以贏得今晚的友誼賽的 好 那我們的蔡蔡隊伍也不要這麼容易放鬆哦 因為呢,雖然隊伍領先是領先啦 欸,為什麼? 沒有沒有,他那邊有拿到能量了 所以我要把他們弄乾淨 好,小心,蔡蔡隊伍雖然是領先的隊伍 但是呢,在這一局,不要輕易的讓野狼殺人啦 啊,這時候你就可以穩住你的寶座啦 我們等這個,還要等隊友復活你還要殺掉甲子 對啦,因為我們不能兩個都殺掉嘛 對不對,所以現在我們在等這個復活呢 我們的參賽者們就準備好啦 可以,來大家各自的選自己一堆草叢 沾進去,好不好 那我們蔡蔡呢,不要傷心 現在他隊伍就出來了 你現在馬上就出來了,不要哭先 蔡蔡,現在先哭啦 等一下他去殺你也夠力了,我跟你講 要贏到今晚的友誼賽了 對啦,如果不活了,那我們就可以準備一下開始了 可以,把那個抓劍,羅傑放地雷 馬上開始 哦,這裡封城一個系 現在來到一堆草叢 主要他們變成一堆一這樣先打掉一堆草叢 對,大家不敢去中間混戰了嘛 對啦,不願意失去最後的分數 哦哦哦哦哦哦 哦哦哦哦哦 哦哦哦哦哦 哦哦哦哦 賣當勞,賣當勞,賣當勞 哦哦,多一下,多一下,哦哦 哦哦,大家被打也沒來了,什麼鬼 對,很奶 哦哦,羅傑殺掉了 羅傑殺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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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哦哦哦哦 剩下兩個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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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非常積極 我們的旺也是殘血了 哦哦,我旺也是殘血了 沒錯沒錯 哎,第五人格 小心不要殺到人哦 毒眼睛進來了哦 哦哦哦,艾傑跑出來了 艾傑跑出來了 但是終於了 哦哦,艾傑跑出來了 哦哦哦哦哦 第五人格獲得了一分 耶 好了好了,我們回來這個畫面了 那代表著什麼呢 代表我們的友誼賽 再一次圓滿結束了 對啦,剛剛那個兄弟 其實我覺得都玩得不錯 也非常守規矩 守規矩是最重要的 對啦 因為有些人好像不小心殺錯人啊 他會自動跑到外面去自殺 我覺得這一點是做得非常好的 對啦,如果你本身的技術很高強什麼什麼這樣啊 然後你不守規矩 我覺得整個友誼賽就玩不下去了啦 對啦,因為兄弟裡面最講究的就是兄弟精神 嗯 技術再高強都好啦 我們不把當一回事的 對啦,這是一個友誼賽 如果很厲害的話可以去打雙人 自己去上粉對不對 對啦 在這裡呢,兄弟們也打得非常激烈啊 尤其是看到那種兄弟不小心踩中螺絲的地雷的時候 哇,爽啊 哇,這些刺激啊 一個中地雷,三個夾擊衝過來拋槽的啊 對啦 他們一直用那種試探的方式慢慢進了 然後一中雲的時候啊 哇,好像老虎一樣 那最後呢,我們就恭喜誰呢 恭喜我們的蔡菜 還有我們的麥當勞 兩位成功拿下了Discord的稱號 對啦,我們就贏了今晚的友誼賽嘛 對不對 那Discord稱號叫什麼呢 就叫做最佳排檔啦 對啦,我們今晚的主題一模一樣 最佳排檔啊 嗯 要贏了今晚的比賽啦 我覺得也是不容易的 因為這個不是講單一個人的實力了 沒錯 是雙方 是你跟你的隊友之間的那種默契啊 嗯 不過講真的啦 野狼的隊伍其實也不錯了 對 也獲得了三分吧 對不對 他有旺的隊伍 哇,這個值得表揚 在最後一場的時候 直接打下兩分 旺在第一到五場的時候 他一直很失望 他覺得自己玩得不夠好 總之就非常感謝兄弟們今晚的參與啦 希望你們玩得非常開心的 如果有時間的話呢 我們會再舉辦多一點友誼賽 跟兄弟們一起玩呢 對啦 我們也調整一些英雄 如果一些新英雄推出的話呢 沒有辦法 我們一定要使用一些新英雄來玩友誼賽嘛 比較新鮮感 對不對 那新英雄的友誼賽過後呢 我們就進來選一些 比較普通的英雄的友誼賽 讓兄弟們一起玩一玩呢 對啦 普通就是講那種比較容易得到的英雄 對啦 或者是那種英雄可能已經出一段時間了 大家也比較機會有了啦 沒錯 至於傳奇英雄的話呢 有些兄弟想看有烏鴉的啦 但這個好像比較少人會有啦 我覺得不是每一位兄弟都會有 所以呢 可能吃點吧 那我們就期待我們接下來友誼賽吧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此為止啦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 咦 完了吧 完了咯 你還想要看啊 對啊 我還想要再看啊 要怎麼做呢 這樣就要訂閱我們黑兄弟的頻道了 我們黑兄弟的頻道呢 將會在每逢一三五晚上七點 上傳新的影片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